智慧文才神 文才神指文昌帝君 文昌帝君即文曲心 也称子童帝君 他是掌管文昌府市 及人间入籍的神 民间奉其为文才神 从信仰根源上看 文昌帝君信仰 源于我国的星宿崇拜 处此远游 有后文昌使掌行兮 红星族补助 禁书一天文智云 文昌六星在北朵魁前 一约上将 二约次将 三约跪相 四约思路 五约思命 六约思寇 由于儒家崇尚学而幽则 所以自汉朝以来 对文昌帝君的信仰 逐渐得到了强化 文昌帝君名叫张亚子 东晋时四川人 后打仗身亡 人们便立词纪念他 唐朝时追封其为英显王 道教将其吸纳入神谱 安排在文昌府中 主思路集 并将地名子童 遵作神明 至此 星宿具象为张亚子 随着宋代科举的盛行 张亚子文明大振 读书人笃信张亚子的灵性 明朝时天下血管 都立文昌词 清朝规定 每年英立二月初三 为文昌诞辰日 朝廷派员参加祭祀活动 现在我们所称的文昌帝 实际上是文昌 星明与子童 地方明的结合体 历史上 文昌的形象是雍容慧言 头戴世欲官帽 骑白驴 有梁晓彤陪伴 中国传统年画中 则表现为 骑为面带笑容 守之如意 身邪聚宝盆 常有招财 尽宝相随 文昌帝君 应该是出现年代最早 供奉者最多的财神形象了 除此之外 民间还有说法 称商众王的叔叔 比干 春秋战国时 越国重臣范黎 为文财神 五代时人刘海禅 为偏财神等等 除此之外